你有没有过因为一个片段而追了一整部剧的经历 这是一部由阿佑李志恩和影帝李善君联合出演的治愈系韩剧《我的大叔》 如果此刻你站在生活的谷底 如果此刻你觉得人生无望 不妨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来听一听李志恩和陶东勋的故事 一个二十岁的花季少女和四十岁大叔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却又互相救赎的故事 有杀人前科从小和龙牙奶奶相依为命的志恩是个不折不扣的穷苦女孩 在她眼里生活是一场磨难 是永远还不完利滚利的两千万高利贷和还不清的命债 债主光日每天都会上门催债 一言不合就对她拳脚相加 趁她不在时偷偷前进家里以示家常便饭 面对光日的质问 志恩头也不回 只是从口袋掏出今天赚到的零花钱扔给她 然后继续面无表情地吃着从餐厅带回来的剩饭剩菜 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不止一次 光日问她为什么不接疗养院打来的电话 志恩怎么敢接 她知道这是疗养院打来催她交奶奶住院费用的电话 知道护工正在对着不会说话的奶奶一顿数落 她也只敢坐在外面的长椅上静静地听着 因为不管她再如何努力生活赚钱 依然交不起对普通人来说只是一天的工资 对她来说却是疗养院的高昂费用 然而 尽管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志恩也从没想过要放弃奶奶 而贫穷早已让她的心志远超同龄人 既然疗养院已经容不下奶奶 倒不如趁着夜晚月明星夕 带着奶奶一起逃离这里 寒冷的冬夜 一双单薄的帆布鞋 一个瘦弱的小身板和一个不会走路 也不会说话的龙牙老人 在这明亮的夜晚显得格外凄凉 志恩的人生 至今为止一直在灰暗的 就像是她的衣服一样的气氛里前进着 像她这样的人 怕是除了债主和奶奶 还有偶尔帮她的那个网瘾少年 没人知道 也没有人会关心她的现状 在以一个人的背景了解一个人的公司上班的志恩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律 只要发现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就开始迅速孤立她 在这样的职场文化中 志恩从不与公司同事有任何交集 不会为了得到认可 被人家喜欢而努力地表现自己 她很有自知之明地当一个透明人 但是公司内部显然没有人会忍受这样的人存在 公司的人都知道志恩整日挂着一副冰山冷漠无情理 对她唯恐避之不及 但没有人知道志恩有杀人前科 她的问题是害怕亲近的人得知自己的过去后会疏远自己 所以她选择了以冷漠的态度来抵御失望的痛苦 只不过办公室里不理解她的人也是人性使然 试问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这么一个板着脸不说话 对谁都没好气地底层打杂工 你会不会喜欢她 你是不是也会无暇关心她是不是每天做着两份工 是不是也不想知道她回家还要被债主毒打 自己扛起一个破碎的家的志恩从不奢望他人能够理解自己 对她来说明天并不重要 如何度过今天才重要 如果今天还能从兼职的餐厅捞到剩饭 对她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恩赐 这是朴部长第一次收到慧金 作为一名建筑结构风险评估人 五千万的商品券相当她一年的收入 形势作风一向正派的她此时也开始动摇了 尽管她还不知这些钱是谁送呢 趁没人发现 她悄悄把东西塞进一旁的抽屉 就在这时她看到李志安好像在盯着自己 由于她戴着墨镜 朴也无法判断她的眼神看向哪里 不过就算她看到了又怎么知道信封李装的是慧金呢 所以她还是决定晚上将这笔钱带走 很快到了下班时间 等同事们走得差不多 朴部长也开始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看她的吃相朴部长心想 这绝不是要挟 一定是她没钱吃饭才会冒昧地提出这种要求 只盼着她能快点吃 结束以后好回公司拿钱 看得出大叔有些作贼心虚 他们一言不发 期间发现李志安脸上一片淤青 一看就是被人打的 所以她的人生比大叔想象的还要糟糕 酒足饭饱之后 朴部长再次回到公司 不巧的是电梯正在检修 想要上去的话 就只能爬楼梯了 思考片刻之后 她还是决定上楼拿钱 可当她路过监控室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太冒进了 正常人是不会深夜来公司爬楼梯的 所以她匆匆忙忙离开了这 第二天朴部长早早来到了公司 她迫不及待拉开抽屉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里面的东西不见了 此刻顾不得别人的目光 她手忙脚乱 把整个柜子翻了个边 但还是没能找到那笔钱 突然她想到了李志安 而且她今天没来上班 看来八成是她干的 与此同时 朴东勋部长受贿的事情被匿名举报 公司监察组的人迅速行动 朴部长向大家要李志安的电话 但谁也没有她的号码 为了搞清楚事实 她决定去监控室一探究竟 到了门前发现监察的人也在 她顿感事情不妙 猜到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于是她立刻折返回去 在被抓之前一定要找到李志安 如果不交出赃款 连辩解和撒谎的机会都没有 可惜的是监察组的人随即赶到 朴东勋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朴东勋部长 你暂时回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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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朴东勋不明不白被人带走 做了冤大头 电梯的门开了 是李志安 不过他对眼前的情形视而不见 尽管朴东勋不停地在喊他的名字 可他依然置之不理 李志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赃款是他偷的 为什么还要来上班呢 这一切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下班期间 志安偷偷把公司的咖啡 装进自己口袋 这一幕刚好被部长朴东勋发现 女孩正是他刚刚破例招进来的派遣工 可他性格古怪 与同事们格格不入 再怎么说 这也是家待遇不错的大公司 而且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为什么冒着事业风险占这种小便宜呢 其实他的生活并不如一 为了多赚一点 下班后他会跑去餐厅帮人家洗碗 趁着周围没人 他随手拿出袋子 把别人吃剩下的东西装起来扔在角落 留着晚上带回家吃 但是洗碗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 所以他常常会饿肚子 所以他只能借着月光吃着晚饭 这时房间的灯突然亮了 这里有位不速之口 正是刚才提到的那家伙 李光日 李治安也并没有感到吃惊 看来他私闯民宅不是一次两次了 治安随手甩给他一些钱 这几万块只是凤毛麟角 李光日今天算是客气的 只是恶心他几句 不然第二天他得带墨镜上班 期间治安的手机一直在响 他不敢接疗养院的电话 因为他举目无亲 唯一瘫痪的奶奶住在那里 他没能力补气拖欠的住院费用 所以趁着夜深人静 他打算带着奶奶逃单 奶奶是个聋哑人 他试意治安赶快走 疗养院不会把他扔到马路上的 他骨子里透着倔强和顽强 最终连床带人一起推出了疗养院 他暂时把奶奶安顿在了自己家里 第二天朴东勋在超市里再次见到治安 看得出他对治安很感兴趣 也许是觉得他与众不同 大叔看到这一幕对他起了怜悯之心 所以他买了柿子打算送给治安 可当他追出去的时候 人已经没了踪影 治安在家门前发现光日又来跳舞 为了奶奶安全 他死活没让光日进去 被激怒以后不免又挨了顿塔 即使李光日讨战是假 打着讨战宝子折磨塔才是真的 期限是一辈子 接下来出现开始那一幕 朴部长莫名收到五千万陷阱券 李治安很会察言观色 看他神情紧张便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以那晚他们吃完饭 返回公司的不止朴东勋一个人 在部长放弃以后 李治安来到公司杂务间 他们俩都是劳务公司送来的派遣工 二人具体什么关系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接着老人拉下电闸 公司陷入一片黑暗 所以李治安成功盗取了五千万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笔钱背后的故事很复杂 他根本就吞不下去 宾馆内 女人责怪杜俊英把老公逼入绝境 对于杜俊英来说 既然他早晚会知道真相 那么只有先下手为墙后下手遭殃 此刻他老公朴东勋还在自救当中 巡礼内五千万的下落 他跟着李治安上了地铁 朴东勋问他钱在哪里 他不屑地说扔掉了 扔垃圾桶了 别说朴东勋不信 我要不是亲眼看他扔的我也不信 三番五次的骚扰之后 热心乘客把他踹下了车 就在朴东勋走投无路时 遇到了上司隐藏物 一向对他尖酸刻薄的隐上 他也惊天换了副嘴脸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到 其目的还是让他离开公司 第二天公司高管开会 隐藏物决心除掉朴东勋 所以咬住他受贿五千万的事不放 而他的对手朴东勋力保朴东勋 窗户只被捅破 两派也从暗斗改为明争 王专物命条东勋一定要挖出送钱的公司 做得好的话 可以把隐藏物和都俊英一并铲除 他们是主动出击的一方 如今却局面被动 现在他们只能加固防御公事 保护好背后的行贿公司 李治安找到做清洁工的老人 问他那笔钱上交没有 朴东勋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老人看得明白 公司里暗流涌动 朴部长应该是得罪人了 叫他不要管了 隐藏物贼心不死 再次来找朴东勋 叫他不要再包庇朴东勋 因为昨晚喝酒时 他已经承认吞了那笔钱 朴东勋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想出吊东勋 但一定有他们忌惮的东西 所以朴长勋拿出了那笔灰金 他说这是清洁工在垃圾桶里捡到的 朴部长把它给扔了 隐藏物立刻反驳 是因为监察组的介入 朴部长害怕了才扔掉的 朴东勋说包裹是在事发第二天 一早在垃圾桶找到的 也就是说朴东勋当天就给扔了 就在两人争论时 另一边发生了紧急情况 都俊英急冲冲朝外走去 原来是公司boss来了 会长生病正在住院 来着只是买杯咖啡而已 王专务比都俊英早来一步 估计朴东勋自己也没想到 他非但没有受毁 还是一个刚正不恶既恶如仇之人 回去途中都俊英语朴东勋相遇 尴尬的是他们得乘同一步电梯 电梯的门开了 李治安在里面 可他无动于衷站在那 并没有让出电梯的意思 职员和高管之间不讲究先来后道 更不能一同乘坐 否则他会觉得你很无理 可这位员工却与众不同 他在里面无动于衷 并没有出来的意思 所以都俊英不是心思地钻了进去 此对头朴东勋也跟了上去 不过就在都俊英接电话的时候 电梯里响起手机震动的声音 朴东勋掏出手机看了看 并不是自己的 接着他回头看向了李治安 以为是他的手机在响 等都俊英结束通话之后 朴东勋觉得不对 又缓缓看向了他 朴俊英这才反应过来 是自己的两句手机在响 如果接听势必会被朴听到内容 不接又表示自己心里有鬼 处境十分尴尬 这时李治安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 掏出了手机 光明正大挂断了对方电话 接着把手机塞进了自己上衣口袋 这才打消朴东勋的疑虑 朴俊英却焦虑不安 他都不知这个职员是谁 而那部手机里有着见不得光的东西 戏演完后 朴俊英到处寻找刚才的女志愿 等找到她时 发现她正在摆弄自己的手机 朴俊英开始担心起来 他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心思如此缜密 关键不知她是狄室友 为了安全起见 朴俊英赶紧来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 打给了调部长的老婆 叫她今天不要再打那个号码 也不要接听那个手机的来电 晚一点会向她解释 另一边调部长应调东云邀请外公司谈话 进去之前她最后警告志安 如果再不收出五千万的下网 她只能和盘托出 可李志安依旧不理她 无奈 调部长打算招供了 罗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罗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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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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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得漂亮 这体现出朴部长狡猾的一面 最后朴东勇向他透露 这次的行贿事件不是偶然 叫他留意一下隐藏物 朴部长思绪很乱 疲惫地走出房间 现在以他的视角来看 李治安是为救他才将得手的钱扔进垃圾桶里 所以他对治安充满了感激 殊不知他这么做却是为了自己 朴东勋重新回到了岗位 在他休息的时候手机落在了办公桌上 治安路过时刚好有个电话进来 上面写着老婆 他盯着来电的号码似乎想到了什么 正是今天在电梯里挂掉的那个号码 于是他好奇地翻了一下杜俊英的手机 通讯记录无一例外全都是这个号码 所以在这个下午 被感动的朴东勋总是情不自禁盯着治安 而李治安也常常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朴东勋 为了给领导解围 治安把领导一直震动却不敢接听的电话挂断 装作是自己的手机 所以等所有员工下班之后杜俊英才来找他要手机 可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治安建议他指使自己去买杯咖啡送到他的办公室 至少看起来名正言顺 顶头一转 他把咖啡还有手机一并放在了杜俊英面前 顺便参观一下领导的办公室 杜俊英看他很面生 问他做什么的 李治安回答说是整理跳举邮寄包补 接着他一个反问令杜俊英猝不及防 临走时杜俊英追了出来 有个事情要和他谈谈 没多久 绝处逢生的朴部长在地铁上收到一个短信 朴东勋犹豫了 因为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再联想到他为了就自己放弃的那五千万 他怀疑李治安喜欢上了自己 同时他也对治安有着好感 但他是一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 不会有非分之小 这顿饭还是有必要吃的 怎么也得表达一下谢意 期间他们沉默不语 更没有像朴透露杜俊英的秘密 因为刚才在办公室里 他们做了一笔交易 我不是一笔交易 我不是一笔交易 我工作的钱 什么事 什么事 我做了 我做了一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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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人的背叛下 又被所谓的恩人出卖了 最后还要说一声谢谢 此时的感谢既讽刺又可悲 也许志安也会这么觉得 分别前朴东勋想请他保守秘密 他指的是志安扔进垃圾桶里那五千万 毕竟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是东勋认同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才摆脱受贿嫌疑重回公司 志安答应了他 条件是负责自己一个月的晚餐 可朴东勋是一个保守的人 担心长此以往被别人看见会说闲话 所以他提议还是用钱解决 李志安问他能给多少 朴反问他多少才够 志安毫不犹豫 一千万 这正是他除掉朴东勋所得到的报酬 既然他能说出这个数字 说明他有放过朴东勋的心 但两千万外债 让他饱受李光日的折磨 这么做实属逼不得已 另一边朴东勋妻子得知丢失的那笔钱找到了 他不理解为什么会在垃圾桶里 问是谁扔的 杜俊英说是朴东勋自己 江允熙却立刻否定 他并不是有意把朴东勋推向火坑 如果朴真的出事 也是他好奇心害的 李志安并没有回家 而是一路跟踪朴东勋 找到了他居住的小区 最终他看着电梯停在了十一层 接着他翻找一旁的信箱 把十一层信件过了一遍 锁定了一封律师事务所的信 江允熙 11103 他带着1103所有信函离开了这里 东勋到家之后 老婆迫不及待问他钱的事情 朴说找到了 可江允熙不停追问 绕来绕去他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不过他有一道天然屏障 那就是他们三个都是大学同学 打电话咨询自己老公遭遇到也说得通 尽管他知道朴在世上最讨厌的人就是杜俊英 东勋很生气 一边解带子一边骂杜俊英是小人得志 江允熙不爱听可他又不好反驳 他越说越气 最后直接将带子撕烂 这可给了江允熙发泄的理由 因为一个带子把他数未斗 朴东勋整个人都懵了 等他们冷静之后 朴对自己发脾气的事情向他道歉 也请他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俊英 朴走以后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好久 趁没人 他把钢笔放在朴长屋的笔筒里 可下一秒房间的警报响起 原来他放进去的是窃听笔 无奈 他只好把窃听器取出来 弟弟得知以后给他出个主意 就是往手机里植入窃听程序 考虑到朴东勋是只老狐狸 于是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朴部长 此时朴东勋把朴部长带去了卫生间 朴东勋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在确认里面没人之后 才把秘密告诉朴部长 他说从蓄意行贿事件来看 你我都是杜俊英想要干掉的目标 而且欲望特别强烈 朴部长满脸疑惑 他和杜俊英职务相差两三级 是那种不讲话的关系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针对自己 无论如何 现在他和朴东勋算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这是杜俊英的下属隐藏物来了 二人的对话也就此被终结 另一边杜俊英收到消息 是公司的会长突然来袭 由于后天会有国外客户来谈项目 事关重大 嘱咐他们一定办好 当会长看到朴部长时停下了酒 想到他把汇精扔垃圾桶的事件 于是当着大家的面说要请他吃饭 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了这里 朴部长与治安对视了一眼 之后婉拒了会长的邀请 因为他得遵守与治安的约定 请他吃一个月的晚餐 朴部长很在乎形象 去餐厅的路上 故意与他保持距离 和治安完事不公的性格截然相反 最后还不忘把帘子拉下来 治安一声不吭 只顾着填饱肚子 为缓解尴尬朴东勋 再次谈起那笔汇精 坦白那是为裁掉 自己所设的陷阱 让他猜猜是谁做的 没想到他脱口而出 治安并没有说破 只是在提点他 就算这样他也不愿去想一个 令自己讨厌自己的人 接着他自嘲道 我讨厌的人都很成功 治安借机让他讨厌自己 尽最大程度努力地讨厌自己 听起来他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实则只有这样治安对他动手时才不会内疚 今晚地铁里的人特别多 朴东勋挡在治安前面 尽量不让涌动的人群把他紧着 治安却利用这个机会 把监听程序植入他手机 今后无论是短信还是接打电话 连平时聊天都能被监听得到 而且还可以通过手机定位 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电脑端 治安在第二天便有了收获 朴部长在给底下人 普及商品券知识时提到了信用卡 突然他们都想到了 那笔汇精有迹可循 接着朴部长打给朴东勋约在天台见面 但他走时却没有带手机 由于无法监听 治安赶快让弟弟打给被监控的号码 然后顺理成章地把电话交给了他 李治安随即把这消息告诉给了杜俊英 让他做好相应的准备 朴东勋来到了杂务间 给清洁工扔了五十万 向十惊不昧的老人表达谢意 老人心里有些愧疚 但他无论如何不能出卖治安 与此同时债主李光日终于联系上了李治安 电话里他兴奋极了 因为之前治安付不起疗养院的费用 所以带着奶奶淘单 结果李光日在他家里翻到了缴费通知 主动跑去疗养院替他还了四百八十万 治安万念俱灰 只想早日还清他的钱逃出他的魔爪 可如今却渐行渐远 李治安拉下了店长 酒吧里一片漆黑 他的弟弟趁乱溜进一个包房 接着把粉末状的东西倒进一个酒杯 时间一道推上了店长 他们的任务结束 能不能干掉嫖长雾就看今晚了 接着他去了兼职的餐厅 耳机是用来监听朴部长的 酒馆内 大哥一口咬定李治安喜欢他 不然不会把偷走的五千万又送过来 玩笑地问他们有没有苟且之事 朴东勋很生气 说治安还是个孩子 如果别人这样说 你的女儿你会好受吗 他的话让治安有些意外 朴部长到底是个善良的人 到了下班时间 店长却拦住了他 太难了 连别人的剩菜也没得吃 可他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这时朴东勋收到治安发来的信息 依然是叫他请吃饭 可大哥刚才的话让他有所顾忌 最终以太晚为由拒绝了他 第二天 朴长雾在宾馆醒来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在拉开窗帘那一刻 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这里是东海 距离首尔三百公里 手机也不见了 他气急败坏 因为今天是他和国外投资商洽谈的日子 姚长雾心急如焚慌了神 出去的时候撞了别人的车 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下车处 导致他肇事逃逸被送进了警局 投资方在苦等无果之后离开了这里 同时对他们公司失去了信心 朴东云肇事逃逸被带去警局的事情在公司传开 隐藏物为此幸灾乐祸 没想到他自己栽的跟头 这时都军应接到治安的电话 让他准备好一千万报酬 他这才知道事情是李治安做的 事后朴东云在车里找到了自己的手机 从电量来看是有人蓄意关机 接着他去宾馆调取了监控录像 找到了把他送来的可疑之人 也就是治安的弟弟 但他一路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监控 设置后会把他调去府山工作 在那儿可以安安静静深挖都俊英的底细 去府山的路上他看着朴东云的来电陷入沉思 因为天台上他说过 本干掉都俊英一起去东海庆功 如今自己却栽倒在东海 所以他一度怀疑朴东云倒戈 下班期间朴东云和都俊英相向而行 这次他们终于开口说话 朴东云还算清醒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联想到勃且之事 之后他用信用卡贷款一百万 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请治安吃饭 剩下的九百万会分期付给他 他不想再偷偷摸摸跟女职员吃饭 治安说你该不会是害怕喜欢上我吧 这句话惹怒了朴东勋 他起身拿走桌子上的钱 让治安把五千万的事说出去好吗 不想自己一把年纪还要被一个孩子牵着走 回去的路上李治安一直跟着他 朴东勋有些不耐烦了 连问他三遍究竟想干什么 治安没有吭声 而是点起脚尖直接吻了上去 治安点起脚尖主动吻向了他 这令朴东勋始料未及 赶紧把他推开 治安回想起昨晚 他回放朴东勋和大哥在酒馆的录音 大哥夸他是一个惊得起诱惑的人 所以从来没闯不祸 朴东勋坦然回答那是因为没有诱惑 更不知自己是不是一个惊得起诱惑的人 难道刚才这一吻是在考验他吗 朴东勋显然处理不来这种关系 就在他惊魂未定时不远处窜出一个人影 是治安的弟弟 原来这是一场阴谋 他成功抓拍到了接吻瞬间 第二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昨晚那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于是他决定快刀斩乱马 朴部长当着所有人的面 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隐藏物作为朴部长的上司 询问辞退李治安的原因 朴部长只说是人品有问题 但又不能说出具体原因 所以与他针锋相对的隐藏物 并没有让他得偿索言 之后朴部长单独把李治安叫去会议室 得把事情弹开 李治安却说他和自己没什么两样 都是一副厌倦的样子 明知杜俊英想要开除自己 却还在装傻充浪 像个诚实的无企图刑犯一样随波逐流 说的一点没错 这句话直说他心窝 所以一个活得像乞丐的人 吻向了行尸走肉般的大叔 但结果还是那么无趣 事后治安与杜俊英秘密会面 并向他支付了一千万 这是他除掉朴东云的酬劳 不过这次做的有些冒然 杜俊英主妇他下次先报告 允许以后再行动 治安说已经晚了 昨晚抓拍的图片已经发到了网上 不久便会传出风声 到时以上下级不正当关系开除他就可以了 这倒让杜俊英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觉得他并非善累 于是他给江允熙发了一份李治安的简历 让他给查一查女孩的底细 晚上的时候光日再次闯入治安家中 这里冷得像冰窖应该好久没有回来了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看到李治安站在门前狠狠地盯着自己 他是来还钱的 先给了他一千万 同时让他写个收据 并且还得加上一条 未经同意不可以擅自闯进他家里 李光日当然不会写了 折磨他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接着李治安以死相逼 让他永远失去所谓的乐趣 李光日却拿他家人相要挟 说折磨奶奶同样是人生乐趣 治安冷笑了一声 说自己不会一个人去死 他的话彻底惹怒了李光日 就算妥协也得让他付出代价 开始对他不停地殴打 宾馆内 江允熙翻看李治安档案是感到不可思议 杜俊英接过档案 发现他在六年前犯过命案 杀害了高利贷债主李某 也就是李光日的父亲 冬夜里下起了雪 此时的治安已经伤痕累累 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 就算如此 他也没有忘记买奶奶最爱吃的柿子 事后他从口袋掏出刚才的收据 看着永不闯入的承诺 这安感到欣慰 他这么做完全为了奶奶 把奶奶接回去以后 不想让他过着干惊受怕的日子 为了让嫖部长出举女职员不择手段 找人抓拍对他不利的照片发布到网上 毫无悬念图片被公司的人发现 可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点起脚尖说明他是主动吻上去的 同时也明白那天嫖部长为什么要开除他 所以在同事眼中他只是一厢情愿的心境 接着治安赶紧打给弟 告诉他计划失败 在嫖部长发现之前删掉网上的所有照片 由于女职员抓到了他的把笔 他以此要挟叫李治安以后逆来顺手 李治安却对他持之以鼻 因为治安的工作是整理报销票据 种种迹象来看 女人在公司也有着不正当关系 治安说要死一起死 反正自己又不是正式员工 女人恨得牙根痒痒 当他在想保存治安的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到 嫖部长下班以后又去了酒馆 不过气氛似乎有些不对 他发现大哥一直偷偷在哭 在兄弟二人的追问下 尚勋说出了心酸的遭遇 他和老三刚刚开了一间保洁公司 今天尚勋在扫楼道 时不小心把尘土扫到男人身上 尚勋一直向他赔礼道歉 可男人不依不饶称自己是这栋楼的包工头 他扬言要把保洁公司换掉 对于一事无成的尚勋来说不能再失败 所以为了求得对方原谅 尚勋跪在了他面前 之后那个人足足教训了他十分钟才能罢休 尚勋失落地回到一楼 看到地上有一份便当 这是母亲送来的 于是他一遍遍告诉自己 母亲没看到刚才那一路 一定是放下便当就走了 尚勋在惶惶不安中回到了家 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可母亲接过便当时 笑了笑容里带着对他的认可 安慰 还有对儿子的心疼和些许的失落 此刻尚勋知道母亲已经全看见了 懦弱也好窝囊也罢 在外面受了委屈倒也没什么 可被家人看见是他无法承受的 老三鸡勋冲了出去 他脾气暴躁 无法容忍家人受气 东勋担心他惹祸把他死死抱住 这种无奈令兄弟三人都特别沮丧 第二天 心烦意乱的朴东勋戒烟失败 在这里他遇到了戒酒消愁的李治安 朴东勋看到了他手上的伤 难为情地关心一下他 也算主动为他们尴尬的关系破冰 晚上治安通过监听回放 得知兄弟三人昨晚发生了事情 后来他们打听到包公头叫姜龙女 他们在超市分开之后 朴东勋去找了姜龙女 坦言昨天下跪的人是自己哥哥 随后把果男放在他面前 心平气和对男人说 自己曾经也向人下跪国 也挨过巴掌挨过妈 只要家人不知情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如果你在对方家人面前那样做 那时就算杀人也不足为奇 他的话让治安感受到了共鸣 想起了自己的曾经 债主打完他之后 又在面前殴打他的奶奶 最终治安跑去厨房 抽出刀来刺向了债主 文铃响了 包公头提着果男来到了他们家 称昨天自己心情不好喝了点酒 做的事情有些过分 他诚恳地向大家道歉 你以为朴东勋讲些语重心长的话 就能说服一个傲慢的人来道歉吗 当然不是 文明人有文明的做事方法 没能力的朴尚勋被人欺负了 下跪那一幕无意间被母亲看见 弟弟朴东勋作为一个文明且理智的人 他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挽回家人的尊严 只见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榔头 可对方也是混过社会的人根本就不拒他 李治安听到气氛不对 正愁抓不到朴东勋的把柄 可以利用这次的犯罪大作文章 没想到这只榔头不是打架用的 作为一名建筑结构安全鉴定工程师 他的职业病犯啊 承重墙被改动过 而且打穿了建筑主体 缺少两板 自建楼梯 还有阳台重数 给他罗列出一系列问题 以李夫人 有文化的人要是狠起来比流氓更可怕 所以出现了上集那一幕 他提着果然登门道歉 虽然朴东勋为家人找回了颜面 但他内心已经疲惫不堪 压抑感愈发强烈 不知自己还能在别人面前伪装多久 治安听到他大口喘着粗气 不时发出哽咽的声音 他眼眶湿润 这个世界怕是只有治安最懂他了 奈何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这时看到大哥打来电话 所以赶快调整一下情绪 是他们的好朋友静西从国外回来 静西小管是个可以把街坊邻居老朋友们凝聚起来的地方 他们眼中混得最好的人莫过于这个穿西装的小子 在他久过三巡之后 被抑制的负面情绪肆无忌惮跑了出来 同时治安的话在耳边响起 怎么能处理我五六百多多多的 这么疲惫不得呢 伤识和不认识 伤识 谁 我还不认识 我 也 别不认识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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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会不会发生变化 地铁上 在他承受不住的时候 发送一条信息 不想去上班 称自己的身体 像是被千万斤的铁块压着 修行之人点化他 你的身体最多120斤 所谓千斤万斤是你的心 建德曾是他最好的朋友 如今已看破红尘出家为僧 东勋盯着手机陷入了沉思 这时有人踢了他一脚 是李治安 他在用独有的方式和大叔沟通 再不下车就做过战了 公司两个派系又开始蠢蠢欲动 由于朴东云被裁掉 王专务这边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朴东勋了 直属上司的评分尤为重要 可这个人又偏偏是隐藏物 这就是杜俊英的英明之处 把朴东勋调去安全组 是为了让隐藏物压制他 让他永远没有晋升机会 另一边朴东云正从釜山赶来 他掌握到杜俊英 偷偷再用一部两具手机 于是他秘密约见了朴东勋 接着递给他一份杜俊英最近的通话记录 叫他查查背后的神秘人是谁 说不定会有收获 此时智安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基于对他的同情 智安不忍心将事情告发 不巧的是朋友打来电话 由于拖欠房租 房东大神要把奶奶轰出去 最后朋友为他争取到了三天时间来筹钱 另一边 杜俊英正在跟江允熙缠绵 这时智安打来电话想和他见一遍 看到是两具手机江允熙有些吃醋 不断追问对方是谁 杜俊英却无暇顾紧 李智安当着他面直接放出了监听音频 杜俊英倒是毫无顾虑 因为江允熙联系他时使的是公用电话 智安并不关心这个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是为了打垮陆俊英代表 结党策划谋反 所以这份录音完全可以扳倒调东勋 只要找到他手中的通讯录 作为证据即可 随后智安让朋友把录音内容 上传到监察室的邮箱 调东勋的处境岌岌可危 智安愧疚地看向狭小的铁窗 无论如何要满足奶奶这个小小愿望 镜头一转 他推着购物车把腿就跑 在经过路口时还被一辆车给撞倒 朴东勋刚好瞧见了这一幕 看到他毫不犹豫从地上爬起来 匆匆忙忙捡起散落的东西 继续向前跑 连奶奶最爱吃的柿子也顾不得见 朴东勋捡起地上的东西 以为智安家里出什么事了 所以也追了上去 余建设 不过到了贫民区时 彻底把他跟丢了 电话也没人接 过了一会儿 他被身后的声音吸引 走过去发现智安正用购物车 从台阶上往下运东西 一不小心差点翻车 幸好朴东勋及时接到 没想到购物车里蜷缩着一位老人 他和东勋一样 都不想成为一个被可怜的人 所以智安有些尴尬 朴东勋小心翼翼往下推 智安在一旁帮衬着 两个人推都有些吃力 更何况一个小姑娘 最后在东勋的帮助下 奶奶安全落地 智安依旧是不屑的样子 直接躲过车来 连句谢谢都没有 就这样 他推着瘫痪的奶奶 来到一处美丽的地方 完成了对于常人来说 唾手可得的小小愿望 之后奶奶问刚才那个人是谁 智安说是公司同事 奶奶说他看起来人不错 他是个好人吗 这个问题算是难助智安了 他犹豫了很久 说通常生活优渥的人 很容易成为好人 看得出来他不愿意承认 朴东勋是个好人 否则暗中加害朴东勋 会让他更加觉得无地自容 过了许久 他推着奶奶准备回家 没想到这么冷的天 大叔坐在那一直没走 因为朴东勋考虑到了 他们回来问题 这次并不是用车 而是他一个人 背着奶奶往上走 智安站在那一动不动 只是被眼前的画面感动到 坦克的人生如同这条崎岖的路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在困难时有人 可以依靠的滋味 温暖且有安全感 大叔一直把奶奶背到房间安顿好 奶奶用手势向他表达感谢 智安冷若冰霜的性格 让他不好在这里多停留 没想到智安会出来送他 但他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并不是他不想表达感谢 毕竟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感谢二字又如何说的出口 于是他们沉默了好久 智安太需要这句话 因为他早已习惯了周围的骑士 排挤 恶言吏色 前一幕话中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可恶的杀人犯 终究是社会塑造了他敏感 冷漠 且格格不入的心 东勋的一句你很善良 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他的枷锁 智安尘封已久地晒 被他轻轻唤醒 智安在背地里两次出卖朴东勋 可如今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是他挺身而出 给了智安前所未有的温暖 然而他之前提交朴东勋的犯罪录音 在第二天也进入了监察组的视野 晚上公司聚餐 格格不入的智安一个人走了 如果是以前他会不懈地离去 今晚却同意他的邀请 来这并不是想尝试融入集体 而是对朴的尊重 他们坐得很远 为了照顾这个被孤立的人 朴部长还递了盘肉过去 刁钻的同事把夹子摔在他面前 让他来伺候大家 李智安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心情不错时还会对他们几句 就在这时公司高层都俊英和隐藏物到场 朴东勋又该倒霉了 隐藏物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三组的人 领导没来就开始动筷子 问他这个部长是怎么当的 朴东勋也只有忍气吞声的缝 之后叫他去里面和领导打个招呼 隐藏物为了讨好都俊英代表 他无时无刻不再针对朴布长 就连他手底下的弟兄们也会受到连累 一起受着窝囊气 另一边监察组在调取监控 寻找音频中提到的通讯录 看到朴布长把他放在了抽屉 随即他们赶去办公室翻找 通讯录作为证据 找到他朴东勋便可以下课 可奇怪的是抽屉里竟然没有 镜头再回到朴东勋这 隐藏物看他独饮一杯又开始咄咄逼人 杜俊英也借此讥讽了他一番 叫隐藏物别管他 一个人自得其乐惯了 不然怎么会是公司的千年部长呢 朴东勋整晚在羞辱中度过 高层们酒足饭饱准备离席 朴布长底下的弟兄瞒住了杜俊英 质问他作为一个经理和朴东勋的后备 带头针对他是不是有些过分 隐藏物表现的时候到了 立刻冲上来要做他 最终他把挡在中间的朴东勋推倒在底 杜俊英有些难堪 赶快离开了这 走之前吩咐隐藏物回去封锁消息 今晚的闹剧不能让会长知道 趁着朴东勋出去透风 手底下人抱怨他不懂得人情事故 不懂得同流合污怎么会摊上个没出息的部长 这是一个耳光扇了过来 志安是在为大叔鸣不平 骂他是个肮脏的家伙 有些罪意的朴东勋孤独地走着 他的内心如同这个血液一样凄凉 他身心俱疲 心里焦脆 志安从耳机里又一次听到他大口喘着粗气 感受得到他内心里在哀嚎 朴东勋摔倒在雪地里的同时 志安终于停下脚步 挣扎一番之后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真实情感 所以他迫切地朝着定位跑去 这是他家老三激讯的格言 此后被医生破光那一刻 昂贵内裤是穷困潦倒人生最后的尊严 志安赶到时 他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所以他没去搅扰 而是去见了还在气头上的都俊英 都俊英怪他情报有误 监察组并没有找到那份通讯名单 志安却顾左右而言他 您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时期和 交往 志安建议他们分开 都俊英却吃笑他愚昧无知 后才是最安全的 因为他不会去到处宣扬 而且越是重要的时期越不能分开 甩掉一个还对自己有迷恋的人 鬼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刻的江允熙已经完全站在了都俊英那边 为了朴东勋能体面地离开公司 他开始劝老公辞职 鼓励他借点钱自己开一家公司 朴东勋给他初步算了一笔账 需要杂理五亿才能有接单的资格 如果没接到单就等于欠下五亿的债 江允熙继续游说 为什么总往坏处想 为什么不想能先赚五亿呢 再怎么说朴东勋是在客观理性的分析 毕竟不是小数目 所以与他无法沟通 他有时希望自己是个瞎子 或者是个傻子 因为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最痛苦的 第二天 他在公司又遇到了会长 上次会长要请他吃饭 结果遭到他的拒绝 所以他今天来是约朴东勋打高尔夫 没想到朴东勋又拒绝了他 因为朴真的不会 会长霸气地让他选一项擅长的运动 朴东勋吞吞吐吐说是足球 会长突然有些词穷 他这是要把会长 对他那点好感消磨殆尽的节奏 与朴实的朴东勋相比 此对头杜俊英更懂得讨领导欢欣 他知道会长喜欢生活 所以早就备好了一块露营币 借此机会约会长明天去勾火 镜头一转 他们三个坐在了一起 朴东勋是不请自来 会长知道他不会平白无故出现 在他们闲聊很久以后 会长终于切入正题 问他为什么会来这 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无论是做了亏心事的杜俊英 还是监听他们对话的李志安 都在等他的答案 关键时刻他居然没说出口 如果他把实情说出来 会如愿地干掉杜俊英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 不仅会让年迈的母亲伤心 他在公司里也会抬不起头 第二天他在帐篷里找东西时 发现了一只手套 这一刻他又被扎心了 此时杜俊英正在编辑信息 问他朴东勋为什么会跑来露营帝 不料朴东勋就站在他的身后 他叫杜俊英把手机放下 如果敢打给他就死定了 杜俊英恍然大悟 原来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所以这颗定式炸弹 让他一天都在饱受煎熬 杜俊英终于受不了了 趁搬东西时 叫他不妨把话调 朴东勋手里的东西散了一度 治安也听得清清楚楚 朴东勋要他如实回答自己的问题 否则就把他干的事情告诉会长 他只想弄清杜俊英 不断嫁祸陷害自己时 江允熙是否知情 可毫无悬念的答案 令朴东勋更加心寒 朴东勋心神不明导致摔伤 就此他们结束了露营 朴东勋把他送到医院以后 要他答应自己两件事 第一要他们安静地分开 不能让他知晓今天的谈话和见面 朴东勋会继续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是在公司不要再陷害自己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否则鱼死网破 治安听到以后有些失望 因为他太了解杜俊英是什么人了 现在不趁机除掉他 将来一定会后悔 次日李治安收到杜俊英发来的信息 叫他这段时间什么也不要做 更不要主动招惹朴东勋 杜俊英看着江允熙的来电 最终没有接听 看来他的确在履行自己的承诺 下班时两人在电梯相遇 可杜俊英说的话多少带些挑衅 他虽然生气 但怎么说也要给他们时间来解决这个事情 地铁上 朴东勋第一次问起治安的家人 了解到他父母双亡 由于付不起疗养院的费用奶奶 才跟着他颠沛流离 朴东勋找到了问题所在 因为孙女不算抚养人 没有子女的残疾人 是可以免费入住疗养院的 看他一无所知的样子 朴东勋索性告诉他 怎样去操作 分别前治安再一次要他请自己吃饭 大叔一改往日的态度 说请你喝酒也没有问题 还是感谢他归还那五千万 不然早就傻傻地被都俊英辞退了 李治安劝他把都俊英赶走 或者离开公司自己创业 这样才能彻底脱离苦海 可朴东勋的内心世界早就没有了彼岸 他把人间比作地狱 只有赎完罪才能逃离这里 他的内心世界已经没有了彼岸 还把人间比作赎罪的地狱 李治安有着和他相同悲观认知和感悟 所以他有些冲动 在填饱肚子以后 朴布长贴心地又买了一份 让治安拿回去给奶奶吃 临走前莫名说了句 我也就过你一次 治安不知道 他能进这家公司 完全是朴布长性格使然 不然就凭他几乎空白的履历 更要饿肚子 奶奶放下手里的筷子 对治安说好幸福 东西好吃到让我受宠若惊 其实让奶奶幸福的不是食物 而是治安身边终于出现了一个好人 看着奶奶脸上洋溢着幸福 治安也非常的欣慰 第二天 朴东云忍不住来问朴布长神秘人是谁 他不想让朴东云知道是自己的老婆 所以谎称没查到 可朴东云是个多疑的人 于是他管朴布长要公用电话位置 他要守住代兔亲自调查 朴布长回家立刻撕毁了那份通讯录 还得想办法阻止朴东云 此时神秘人正在酒店好个快活 脸上露出装不下的幸福和满足感 简直太喜欢这首音乐了 这时杜俊英穿好衣服离开了音乐会 因为治安又发现情报 这是刚才朴东云和朴东勋的对话 分开以后朴东勋打给了通讯公司 要他们拆除内部公用电话 理由是常有人在那大小便味道太大 最后在朴东勋愿意支付 拆除费用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了协议 李治安并没有出卖朴东勋 而是让杜俊英看到朴东勋积极 在做对他有利的事情 从而让他作罢 但治安太天真了 陆俊英说每个星期都会给他一百万 让他继续监视 他绝不能把一颗定时炸弹留在公司 这时杜俊英恍然大悟 他一直监听条东勋 那露营时的谈话岂不是也被听到了 所以李治安手中的露营 也可以搞垮陆俊英 想到这儿他有些心惊胆战 治安只要有钱便拿去还债 李光日察觉到有人在帮他 照这个速度他很快便能摆脱自己 于是他决定找出帮治安的人 切断他经济来源 一气之下朴东勋把他揪到了天台 杜俊英在这一刻也爆发了 李治安开始按耐不住 他得为朴东勋做点事情 杜俊英怒气冲冲回到办公室 手里的电话响得不停 一看是将允熙打来得更外气 把手机摔在了一边 过了许久 杜俊英说自己在露营地 所以拒绝了他 李治安大不留心 看到白色轿车 他立即冲了上去 蓝亭的同时 他也被撞倒在地 这一幕也被跟踪 他的李光日看到 江允熙被吓得不轻 赶快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当治安抬头那一刻 他想起来那份简历 原来他就是对付朴东勋的人 接着李治安掏出手机 把曾经自己和杜俊英的对话 放给他听 原来治安早有准备 所以那晚才会问他 为什么选择跟 交往 杜俊英的回答 足以证明自己不爱他 李治安把露营放给他听 在甜言蜜语的背后 杜俊英根本就不爱他 为了证实杜俊英 在说谎他来到了露营地 这里果然空无一人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蠢 李治安这么做事 帮朴东勋扭转局面 至少不能让他的枕边人 助纣为虐敌我不分 导致朴东勋每天下班 不想回家 他一个人在酒吧 孤独感油然而生 志安听到以后无法冷静 只想赶快出现在他面前 此时他对朴东勋的情感 不仅仅是同情这么简单 甚至已经超出了蓝颜的范畴 同时他也清楚 不可以逾越那道红线 所以他情不自禁地 在蓝颜和红线之间徘徊 在朴东勋离开之前 总算是赶到了这里 要他坐下来再喝一杯 现在志安已经知道 是他把自己留在公司的 之所以简历只写了擅长跑步 是因为只有跑步时 他的忧郁和困苦才会消失 而那时的他 才是酒为了的真实自己 同为天涯沦落人 朴东勋提议为将来 有个美好的人生干杯 难得一见 尴尬的画面让他们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料想让志安生不如死的李光日 看到了这一幕 误以为他遇到了爱情 同时也为他们情义地瓦解 埋下了伏笔 回去的路上 朴东勋颖会表达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之前一直在追求认为 能让自己安心的东西 可当拥有他时 才发现上面有很多裂痕 曾经他是自己精神支柱 是全部 如今他却不再属于自己 最后在志安讽刺自己经历了三万年的光阴中 他们结束了这一天 可志安站那儿犹豫了一会儿又跑了下去 他的画像一束光 照亮他黑暗角落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温暖 当朴东勋推开房门发现妻子在哭 他已经猜到原因了 尽管他撒谎说是官司败诉 朴东勋还是给他留一些空间 第二天 他在公司楼下发现公用电话证被拆除 这也象征他们的结束 杜俊英一无所知 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所以杜俊英下班之后去了老地方 这时江允熙发信息说 昨天他去了露营地 还说作为律师的他不喜欢败诉的滋味 杜俊英慌了 怕他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 所以一直打给他想当面谈谈 同时今天是朴东勋母亲的生日 另外江允熙也好久没有来这儿了 只是电话不堪其扰 所以不得不关街 别看李治安整天愁眉苦脸 听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声音 他会替朴东勋感到高兴 趁着母亲许了一个很长的院 江允熙把手机开机 无数条未接电话还有消息 朴东勋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结束以后他还是去了老地方 没想到杜俊英主动提出 因为他知晓朴东勋的底牌 所以江允熙即使想复仇 也不会把事情宣扬出去 他把杜俊英贬得一无是处 也为自己这两年的行为感到悲哀 所以他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便卧床不起 晚上朴东勋给他买些好吃的回去 就在这时他遇见了李光日 治安从耳机里听到恶人李光日的声音 但仍在反复播放 以他对恶人的了解这件小事绝非偶然 直到他分析出目的所在 李光日通过钱包里各种证件 彻底了解了朴东勋 随后他试探性地拨通朴东勋公司电话 说找李治安 公司说治安今天没来上班 这让李光日有了意外收获 又可以去破坏他的工作了 他刚要出门 李治安突然闯了进来 这时外面响起了警笛声 偷钱包的事情李治安报了警 所以治安要把证据带走 否则警察就会把他带走 李光日不甘示弱 说出朴东勋所有信息之后 把钱包扔出了窗外 李治安郑重警告他 如果敢靠近那个人的话 自己真的会痛下杀手 没多久 朴东勋接到电话说有人捡到了他的钱包 叫他尽快到咖啡店里来取 这时治安也回到了公司 别看朴东勋一把年纪 明明想关心他为什么迟到却难为情地说不出口 过了好久他才吞吞吐吐地问出来 治安谎称睡过头了 他这才放心地离去 王专务为了牵制杜俊英 有意提拔朴东勋为常务 所以找手下郑常务试探他的态度 朴东勋却一再推迟 称自己更适合技术层面职务 不适合进入管理层 事后他向王专务汇报了刚才的情况 朴东勋这些年并没有站队一直保持中立 王专务觉得此人可行 冲着杜俊英嫁祸朴东勋这一点 他决定把朴东勋推向常务的位置 另一边 尹常务桌面上弹出候选人朴东勋的名字 气急败坏想知道是谁推荐的 因为除了直属上司尹常务 别人没有资格推荐 打开一看是王专务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 他拿公司制度也没压住王专务 尹常务把此事禀报给了杜俊英 他的危机感特别强烈 接着匆忙地离开了公司 随即李治安收到杜俊英约他见面的短信 同时朴东勋也接到一个电话 是朴东勋向他施压 该出机事一定不要手软 治安谎称他们不怎么说话 接着杜俊英塞给他一千万 叫他想办法和朴东勋交往 等事成以后反咬他一口 举报他利用职权威逼利用 杜俊英要他们关系发展到 一起吃饭喝酒就好 那就代表朴东勋喜欢他 这让治安有些不可思议 所以再三确认 他们都是有着原则和底线的人 而在界线的下面 埋藏着他们这份不合时宜的 对彼此的爱慕 即使永远不能把他呈现出来 也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一向本分且有素质的朴东勋 竟然和流氓打了起来 听到耳机里他为自己打架的声音 治安受宠若惊放声大哭 朴东勋到家以后谎称踢球时撞到 江允熙眼泪一下子出来了 觉得朴东勋什么都瞒着自己 包括他发现了自己和杜俊英的秘密 想到这他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另外他以为老公是被杜俊英打的 于是冲动拿起手机打算问字 可如果他们吵架 势必会被东勋听到 既然东勋装作不知情 自己又何必将他戳破 所以第二天他去见了杜俊英 不是自己做的他当然否认 既然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杜俊英为了能让朴东勋信守成梦 更是为了自保 开始刻意渲染朴东勋的好 朴东勋的良苦用心 让江允熙觉得羞愧难当 同时他也知道杜俊英说这些的目的 因此江允熙站在他的对立面 扬言要把他捣垮 李志安曾收了杜俊英的黑钱 之前还犹豫要不要还给他 在经历昨晚事情以后 他决定用这笔钱还清李光日的债务 李光日非常失落 再也没有理由去折磨他 或者说再也没有借口见到他了 朴东勋每天喝完酒都会从这路过 所以志安拎着礼物等了他很久 还是上次那双凉鞋 却没有了上次的情调 而是直接递给了他 告诉他奶奶可以静摇养院了 在他离开时朴东勋突然问欠多少钱 并对自己成为知情者感到抱歉 志安说已经还清了所有债务 一切都结束了 今天志安奶奶就要搬去疗养院 朴东勋一路帮衬着他们 到了以后他拿出特地为奶奶准备的零食和点心 这时奶奶拍了拍他 本子上写的是他对东勋说的话 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终于可以死的名目 也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因为志安身边有一位像您这样的好人 接着他拉起朴东勋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诚心诚意地向他表达感谢 分别使志安有些不舍 奶奶说这是他们最好的结果 最后志安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疗养院 现在他还清了债务 奶奶也有了好的归宿 唯一的心病是杀人的经历 这也是他感谢社交的原因 朴东勋告诉他 别人怎么看待主要取决自己对事物的感受和态度 只要你不以为然 别人也会泰然处置 那件事就会变得不足轻重 所以大叔要他放下包袱开始新的生活 不要辜负了自己名字的寓意 随遇而安 之后受王专务邀请 朴东勋参加了他们的密会 对于杜俊英来说他们聚在一起准备好事 所以他把眼线志安约了出来 让他打开窃听软件 朴东勋竞升时准备的模拟面试 以便应对审核人员的各种提问 结果演变成为对杜俊英的鄙视大会 杜俊英听了恼羞成怒 不过首要任务依然是除掉朴东勋 所以他对志安非常失望 因为绯闻计划从实施到现在他们才见了两次面 当然这是志安的谎言 杜俊英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 限他三天时间做出成绩 同时他在暗中找了一个顶替李志安的人 连恶人李光日也拒他三分 江允熙在痛彻心扉之后 他的心终于回归到了家庭 这是他小叔子的店 从开业到现在他第一次来 他还会主动去婆婆家吃饭 朴东勋知道老婆不是这种性格 也知道他为什么中作 虽然比较反感 但为了大家庭的和睦他试着去接受 所以他们开车回去时气氛特别融洽 而且就在志安身边经过 听着他们有说有笑的声音 志安内心略显失落 第二天杜俊英找的人带回一些照片 从照片来看条东勋和李志安关系匪浅 这说明李志安是在吃力爬外 于是杜俊英当晚把他约出来 让他对这些照片做出解释 证据面前志安自知无法抵赖 他只好先承认这些再向杜俊英解释 之所以没向他汇报是因为毫无价值 如果仅凭这些制造绯闻会适得其反 因为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 部长主动帮助下属家中行动不便的老人 所以到时换来的是对他的称赞 这时志安发现外面有人偷拍 他叫杜俊英不要回头 别打草惊蛇 接着他起身装作若无其事朝外走去 人没逮到 不过相机掉在了地上 志安把他交给了杜俊英 里面的确是他们俩的照片 杜俊英知道 如果这些被王庄物拿到自己就会深陷泥潭 其实这是李志安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他知道自己处于被动局面 故而给杜俊英摆了一道迷魂阵 让他觉得危机四伏 免得总是肆无忌惮把他拎出来问话 朴东勋的日子是越来越难熬 脑海中总是出现不堪入目的画面 他不想回家 一个人跑到外面喝酒 志安没有去打扰 只是悄悄地在外面看着他 不经意间 他发现车里有个可疑之人 这回可不是演戏 显然是杜俊英的人 而且之前那些照片也一定是他拍的 回去的路上 志安小心翼翼跟在他们俩后面 片刻后 他戴上帽子加快步伐将二人超越 朴东勋一眼便认出是志安 问他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又装作不认识自己 志安考虑了许久 做出一个悲弃的选择 为了让朴东勋安然无恙 他不得不割舍他们之间的这份情谊 接着志安勇敢承认了自己喜欢他 但现在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不想在暗地里卑微思考 他为什么不肯穿自己送的鞋 也不要再忧虑他深夜徘徊不肯回家的感觉 所以志安要他打自己一下后脑 只有这样才能丢掉对他的幻想 他的野蛮告白让朴东勋惊慌失措 不知该说什么 只是叫他赶快回家 志安等会罢手 他喋喋不休 生妈硬生 用犀利的言辞反复戳他心窝 非说他也喜欢自己 这让本就对此敏感的朴东勋瞬目解舍 志安趁机把头伸了过去 让他动手结束这一切 在他爬起来那一刻 眼神中扣着顽强 骨子里带着倔强 不惧回到没有朴东勋的那段黑暗时光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朴东勋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无所适从 志安一无反顾割断了缘分 轰轰烈烈地去喜欢一个人 诠释了什么叫做我死你活 随着红颜知己离他而去 连送他的鞋子也被拿走了 朴东勋的世界又变得黯然失色 静西小管是志安回家的必经之路 所以他不时会出来瞭望 试图能再与他邂逅 不过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回到了家 就在他整理衣物时 不幸听到了妻子的电话 我们两人在认识的语言 不是相关 我们两人在认识的语言 我们两人在认识的语言 我们都知道 朴东勋非常难过 因为自己装作不知道 和妻子知道自己装作不知道 完全是两种心理 后者会使自己低贱卑微的一面被人看见 这会让朴东勋无地自容 这一天他连行尸走肉也做不下去了 之后他来到寺庙 内心的煎熬只能向老朋友倾诉 朋友对他牺牲自我成全家人的行为 嗤之以鼻 问他能否接受国外的儿子过这样的生活吗 所以没人稀罕这种牺牲精神 朋友还透露他母亲来烧香时的一个秘密 喜欢惹事的上勋和鸡勋总是被母亲骂 但从来不见老人为他们伤心难过 反而看起来最有出息的东勋更令老人担忧 因为母亲知道 无论上勋鸡勋发生什么事都会厚着脸皮活下去 所以朋友也请东勋像他兄弟一样 厚着脸皮让自己变得幸福吧 朴东勋回到公司像坏了的人一样 他决定不要再委屈求诀 接着他闯入杜俊英的办公室 大喊着为什么不守承诺 为什么把事情告诉江允熙 办公室所有人都听得到 朴部长的行为让大家觉得吃惊 杜俊英明确告诉他不是自己说的 没想到朴东勋上去就是一拳 打人的事情惊动了所有人 管理层明争暗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这件事草草收场 回去的路上他主动接近治安 问他送自己的那双鞋那里去了 治安承认把他丢进了垃圾桶 另外他让朴东勋明天上班时辞退自己 因为他们在一起办公会很尴尬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让朴东勋顺利晋升常务 不然他破格录取治安会成为敌人的把本 朴东勋大声拒绝了他的要求 坦言不想再多一个让自己伤心的人了 要他忘掉之前一切 回到知己的关系 他期望治安努力工作融入集体 就算合同期满离开了公司 去别的地方也能很好地发展下去 即使二十年后大家在街上偶遇 自己一定会开心地上前打招呼 而不是装作没看见 最后恳请治安达成上市约定 领走前霸气地让他再去给自己买双鞋回来 他的话非常治愈 治安又一次被他感动 朴东勋心不在焉看着球赛 老婆实在受不了自己这种处境 打算向他摊牌 于是问他要不要过来喝一杯 朴东勋犹豫了 知道他要干什么 不过还是成全了他 将允熙颤抖着嘴唇 实在是难以启齿 朴东勋也没想好该怎么接他的话 他们俩非常紧张 朴东勋还是没能面对 选择了逃避 可江允熙却受不了这种煎熬 一天比一天压抑 直到这天他们买菜回来 朴东勋正收拾冰箱 江允熙一下子跪在地上 你真不轻张 你真的在靠到你 尽忐 我错了 你真的在做得不 你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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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夜未眠 开城不公谈了一个晚上 朴东勋早早离开了家 同时李志安来疗养院看望奶奶 他魂不守舍在想昨晚那件事 这时奶奶拍了拍他 问他朴东勋现在过得好不好 志安突然眼眶湿润 此刻昨晚那一幕又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回想起这些 志安忍不住为他流下眼泪 他的样子令奶奶担心 不理解地问他为什么哭 志安控制一下激动的情绪 对奶奶说那个人过得不错 他会经常请我吃饭 在公司里也经常帮助自己 还有他可能很快就会升职 奶奶听了非常欣慰 也为他们的贵人感到高兴 不过他还没说为什么哭 在奶奶追问下 志安强忍着哽咽给奶奶一个答复 妻子跪在了他面前 随着这层窗户只被戳破 他压抑已久的情绪如洪水般释放出来 心平气和之后妻子倒出了委屈 在他心里东勋是排第一的位置 而在东勋的心目中 第一位却是婆婆 可悲的是自己连第二顺位也不是 他上有大哥下有弟弟中间 还有个好友近戏 抱怨他把爱权都分给了别人 说到底是东勋让他感受到了孤单 他知道这并不能成为自己的理由 也明白东勋是为家人在委屈求全 称自己会陪他演这场戏 如果无法忍受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话 随时都可以 朴东勋彻底失去了爱情 虽然痛苦但又轻松了许多 晚上突然跑来公司 和他的弟兄们一起加班 没成想冷若冰霜的李志安也在 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自己 也说明他答应了朴东勋的约定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他们提前完成了预期的工作 为了赶最后一班地铁 他们一起向外冲 无论是选择和大家同甘共苦的志安 还是重新振作起来的东勋 此情此景就像是被经济裹满全身的他们 为追寻美好明天而努力奔跑 而其他人被挡在了车厢外面 镜头一转 他们路过刚刚打烊的静西小馆 由于东勋向来是一个人 所以志安的出现让大家浮想联翩 在得知志安野住这个社区之后 他们共同加入进来 要一起送他回家 面对大家的热情志安显得有些不适应 他们一路闲聊 静西说很羡慕他二十几岁的年纪 志安却希望自己赶快到他们那样的岁月 到那时也许就没这么累了 他的话让大家惊掉了下巴 这种思想本不该是他小小年纪该有的 他们似乎想说 到了这个年纪的我们又何尝称心 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有故事的人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学会了笑着面对 静西上前亲切地挽起他胳膊 一句话也没说 笑着陪他继续向前 一直到了志安的住处 街坊们各奔东西 志安第一次感受到这里的烟火气息 大哥憨厚地道别 静西的一个微笑 都深深印在了志安的内心 让他感受到另一种温暖 三人在回去的路上退去了伪装 受志安情绪的影响 静西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时他深爱着的人看破了红尘 一生不肯跑去寺庙出家为僧 这对他打击很大 因此静西终身为家 志安接到紧急电话 有人匿名举报他和朴不长的关系 志安让他赶快删掉 继续监视这个邮箱 称自己会尽快解决 显然是都俊英开始对朴东勋动手了 接着他打给朴东勋的老婆 当事人还对此一无所知 只看到志安匆匆地离开了公司 画面一转 他们三人出现在了天台 志安是在利用江允熙来牵制都俊英 他把都俊英这次的阴谋委婉地表达出来 点燃隐信之后 志安便离开了天台 江允熙对着他火力全开 他告诉都俊英 自己和朴东勋已经开诚不公 没有秘密 就算把那件事公开也没有关系 警告他不要再一意孤行 另外江允熙说自己非常内疚 对不起朴东勋 他不想这场婚姻 是被朴东勋最讨厌的人终结掉的 所以他会一直留在东勋身边 甘愿承受他的怨恨 等他们分手时 令他心里不平 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朴东勋 包括刚才的李志安 承认自己被他耍了 江允熙这才明白李志安的初衷 当志安回到家时 再次出现 如今债已还清 他没有了见面的借口 志安知道他曾经喜欢过自己 但随着他父亲的死一切都结束了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 自己喜欢着的杀父仇人 没有资格去原谅志安 相反 只有伤害他才能顺理成章 所以李光日频频出现的背后 是为父报仇 亦是思念 想来见他的借口 说着说着 他流下了眼泪 无论是爱还是恨 此时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追寻 已经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现在是朴东勋 晋升考核中的下属答辩缓解 隐常物突然划掉 对方准备好的人选 改成了对朴东勋不利的李志安 尽管正常物为此抗议 但约聘员工也算是公司的一员 随后李志安被带去了会议室 坐在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隐常物早有预谋 问他是否喜欢朴部长 此时所有人都看向他 如果他否认 就会面对接二连三的质问 志安犹豫了好久 最终还是承认了 这让支持朴东勋的常物们垂头丧气 而隐常物这伙人听了洋洋得意 但话还没完 接着志安由衷说出了肺腑之言 他说自己已经习惯被别人践踏 习惯被欺负 所以他从不依靠任何人 也不会为了得到任何而努力表现 是朴部长让他放下了这种执念 从而他要改变 这时公司会长突然来到现场 他以旁听者的身份加入进来 志安真诚的态度并未受此影响 他说如果今天自己被公司辞退 先要感谢的是朴东勋部长 他是第一个把自己当成正常人的人 因此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觉得自己可能是个还不错的人 志安真情流露 接下来的独白 更是给会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当着老板的面体现出了公司和朴部长的价值 这让老板引以为傲 朴东勋得知了这件事非常感动 表示自己并没有他说得那么好 志安明确告诉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超级大好人 他的回答还有另一层含义 对应的是朴东勋和妻子摊牌那晚 他哭着给自己定义为毫无价值的人 倒不如直接去死 所以志安是在给予他人格的肯定 以及精神上的鼓励 在他们临别前 志安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他想拥抱一下朴东勋 说是要为他加油 但他委婉地拒绝了志安 称自己已经充满了力量 朴东勋前脚刚走 杜俊英出现在志安面前 他无法容忍李志安收了自己的钱 回头咬自己一口 所以叫他明天主动离职 志安说自己是不会走的 要亲眼看着他被朴东勋赶出公司 杜俊英愁愁满志 不懈地告诉他什么叫作茧自负 志安曾用手段将朴东勋赶出了公司 如今朴东勋即将顶替他的位置 重要的是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朴东勋 把事情串联到一起 恐怕朴东勋就得为此买单了 随后志安拿出手机 放了一段他指使李志安的录音 好尴尬 好像谁都有他的把柄 有着反派角色技能 却在整个剧中得不到释放 第二天 受母亲阻托兄弟俩到东勋家里送些泡菜 吉勋无意中看见之前被打烂的那扇门 推断出这是用拳头打的 显然他们发生过争吵 只是吉勋也没成想事情有这么严重 所以他不加思索地问了一句 这下子问出社 他的沉默不语就是答案 上薰也为此感到震惊 另一只脚没法再迈进来 他同样是一个可以委屈求全的人 他们开车回去的路上一言不发 回想启东勋手上的伤 还有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大哥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吉勋无法控制情绪 拼命抽打了自己 天黑以后朴东勋来赴约 旧公司的刘言飞与朴东云 叫他留意身边的李志安 听绯闻就知道他是杜俊英派来的 反过来讲 调查李志安就会揪出杜俊英 朴东勋敷衍着听着 因为他对志安身性不疑 接着朴东勋向他透露一个重要消息 已经查到那晚给自己下药的人 并已经报了警 当时那个人并不是躲过了所有监控 而是在监控死角待了几个小时才走 故意造成没被拍到的假象 李志安得知以后把消息告诉了弟弟 事情闹大了他有些害怕 索性让志安和他连夜逃跑 再晚怕是跑不掉了 为了安全志安答应了他 不过要他给自己一天时间 因为朴东勋的事叫他放心不下 此刻杜俊英也没闲着 为拿到自己的录音再次找到了当地名品 所以他向光日打听李志安弟弟的住处 条件是将来帮他对付李志安 光日还是有底线的 再怎么说他和志安不是纯粹的仇人 因此他装作不认识那个男孩 没上他这艘贼船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还有更多的困难在等着他们 女人心里堵得很 不知该怎样和老公交代 最后他不得不歉意地告诉丈夫 他的两兄弟已经知道了他们夫妻的秘密 朴东勋的内心一片死寂 不过得振作起来正面解决问题 随后他出现在了兄弟的店里 大哥还好强忍泪水问他要不要吃东西 姬勋比较激进 直接把纸笔扔在他面前 叫他写出那个男人的名字 如果不写他就会去问二嫂 东勋忍无可忍 他与姬勋从里面打到了外面 又从外面打到了饭店 内心总算是痛快一些 志安听得到他们的心声 他心情也一直被朴东勋所牵绊 东勋曾用他安慰过志安 他这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他是用自己的精神支柱来给志安找一个支点 大哥向他道歉 说如果弟妹求原谅的话 一定要答应他 死不了的 毕竟允熙是下家道穷人家 他这些年也在辛苦地付出 同时也怪自己作为长子没有出息 每次都要他们贴补 酒喝到深夜 大哥和江允熙通了电话 开始他还在嘻嘻哈哈替东勋报平安 情绪却渐渐地无法抑制 素心 对不起 真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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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是 我的同性,同性,同性 我讨论她的一言 他不太能不能做的 我的同性 你一人也很痛苦 我讨论 但是,那是 那是 同性的同性 她的同性 东勋一个人在里面 所以志安这边没有了声音 他想发个短信安慰一下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时弟弟打来电话 里面有急促的脚步声 原来他被警察发现了 叫志安赶快离开这儿 与此同时 李光日为了拿到录音也开始行动 去他弟弟家搬走了所有电脑 没多久警察也赶到了这儿 结果扑了个空 志安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的地步 他连发两条短信算是与东勋道别 祝您明天面谈顺利 面谈不算什么 但迟迟不见东勋的回心 所以他有些失落 志安献学献用 除了他父亲 这是第一个用这句话 为他加油打气的人 他不与言表 只能空杯对月 激勋不明白 是什么人能使东勋感谢个寂寞 东勋这才提起了李志安 又说起他曾经那些鼓励自己的话 了, roofs演了 如果有苦都性行 你希望想要死 你有些人有田的 这些画本就如同迷牛入海 只安庆幸自己能听得到 且深深被他的话打动 再加上他们今天就要分别 他整个哭成个泪人 清晨调东勋回到家里 他已是疲惫不堪 看着老婆是在沙发上睡的 痛苦的他同样是夜不能累 不过东勋失去了对他的感触 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随着关门的声音将允熙缓缓睁开眼睛 这一幕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么做有时事无所适从 也有时事无地自容 这安达好行李准备离开这里 他环顾四周 与这个曾感受过烟火气息之所在 让他体会到温度的地方说再见了 调东勋发现他没来上班 电话也不接 心里非常着急 但是到了晋升路上的面谈时间 只好带着担忧走进了会场 隐藏物用犀利刁钻的问题连续向他发难 调东勋深正不怕影子写 各种质疑的声音被他一一化解 隐藏物再次搬出了李志安 要他解释为什么聘用一个有杀人前科的人 这一消息令全场一片哗然 志安听到以后也停下了脚步 这件事算是过不去了 调东勋反驳说他不是杀人犯 审判结果是正当防卫 法官认为无罪 同时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李志安为什么在这里再次被判刑 怎么就不依不饶 凭什么揪着一个人的过去 隐藏物怒斥他这种思想 称这里是公司 他大声地告诉隐藏物 在公司里上班的是人 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他的话铿锵有力 再一次给了他动力 调东勋回来的第一件事 是打听志安的消息 但依然没有音讯 他不经意地拉开抽屉 发现志安送他的鞋子又回来了 他愣在那想了好久 这才明白 李志安也许是离开了公司 他立刻打给疗养院 得知奶奶还在 这说明志安依然在首尔 之后东勋匆匆忙忙跑了出去 无论是志安家里还是世荒老人呢 哪都没有他的影子 最终他失落地去了静西小馆 想起了志安曾说过的话 没人愿意帮他四次以上 自己就像个无底洞一样 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底在哪呢 这时忧郁的静西才反应过来 他说今天见过志安 清晨他一个人坐在门前发呆 志安经过时陪了他一会儿 说是辞职了 要搬去新的公司附近 他说喜欢这个社区 在静西看来 不如说他喜欢社区的某个人 志安听着他们聊天有些过意不去 该对朴东勋说声再见的 不然他的心灰一直旋转 所以朴东勋在回去的路上 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是李志安 他的第一句话是自己的手机坏了 朴东勋却沉默了 片刻后问他为什么才打电话来 人现在在哪里 志安说自己现在将来 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不奢望大家能为有前科的人举办欢送会 也是怕他们日后知道真相会被吓到 所以才选择悄无声息 总之这不算什么 曾经在别的公司也这样 志安任命的态度着实让他心疼 所以他又沉默了好久 미안하다 我刚刚说的 初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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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以上 好恨 出人 我 我 爱 你 想不想置疼 我都不想置疼 我都不想置疼 你 想不想置疼 我再生不想置疼 我又再生一生 啊 快等去 甘朋友 待人és 嗯 就这样相互搀扶走过暗黑时刻的两个人 在既温暖又伤感的道别声中说了再见 奈何治安在耳机里 再次听到他沉闷的喘息 他知道那是压抑的声音 之后他和弟弟碰了面 得知家里的电脑不见了 以为东西是被警察拿走的 里面有犯罪情节 所以他让李治安必须躲好 说着递给他一张新的电话卡 音频放的是杜俊英的阴谋 现在东西在李光日着 他弟兄知道这录音的价值所在 目前估算可以勒索一个亿 此时杜俊英坐立不安 他联系不上李治安只能电话留言 因为他得知嫖娼物被下药的事情惊动了警察 所以让治安藏好了 如果被抓到就连嫖东勋也有麻烦 话没说完门铃响了 李治安竟然出现 杜俊英把刚才的话又和他讲了一遍 言语间治安掌握了些信息 因为杜俊英以为那些录音在治安身上 那么说明东西不是杜俊英拿的 治安是为朴东勋而来 他向杜俊英保证自己会赌一辈子 但如果某天自己被抓到的话 朴东勋夫妻之间的难言之隐 他会绝口不提 希望到时杜俊英的供词 能和自己保持一致 接着他的目光从刀具又一向杜俊英 作为经历过灰暗阶段的丧男丧女 治安悄悄地燃烧了自己 只为照亮东勋心中的阴影 让他尽快找到出去的路 他躲到一个他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每天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窃听着他的声音 如今东勋终于得知了真相 他无内剧粉 原来治安一直都在自己身边 加快 你 間导言 王 突如其来的召唤把志安下着 他拿起手机朝外面的公用电话飞奔 但这个电话不是打给东勋的 既然东勋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么说明弟弟出事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 朋友说他昨天被警察带走了 但只要志安不被抓到就无法立案 东勋等到电影散场 还是没能等到他的电话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一幅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离职那晚 用陌生号码给自己打过电话 一定能追溯得到 于是开始翻找通话记录 此时的他沉稳而又执着 终于找到了那个号码 滑动后迫不及待放在耳边 但里面是禁止接通的提示音 志安曾告诉过他 那种是公用电话 只能打不能接 那么还是用上次的办法 通过通讯公司寻找电话位置 但他似乎忘记 志安可以监听他的手机 怎么办 是逃跑还是相见 毕竟曾经想要害他 志安无法面对隐瞒着的过去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前者 他回到住处拿起随身携带的心 匆匆逃离了这里 不久后东勋赶到了这儿 但这么大的区域 该去哪儿寻找志安又成了难题 他只好在附近东闯西多 看是志安毫不犹豫 其实他的内心无比挣扎 脑海中是东勋让做错事的弟兄道歉的情景 他的话一直在耳边环绕 有着副罪胆的志安终于崩溃 他蹲在那忍不住哭了出来 一遍遍说着我错了 这是对于他的愧疚和忏悔 或许内心会好受一些 朴东勋无功而返 他把手机留在了卧室 失魂落魄地坐在气子面前 对他讲述了志安的事情 当然江允熙也说了一些他不知道的 包括志安可以离开时却不肯走 不然杜俊英还会找其他人铲除东勋 他全心投入帮着东勋阻挡坏事的发生 最后东勋伤心地告诉妻子 如今那个女孩陷入了泥潭 他在跑路 陷害朴东勋的事情被警方通缉 他会一直躲藏下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最难承受的是什么 江允熙被志安的举止打动 他自愧不如 也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汗烟 他蹲在老公身边 恳请他把自己和杜俊英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总不能让志安东躲西藏地活下去 接着他再次向东勋道歉 不该发生那种事情 对我先别人 以杜俊英的事情 因为一个中国人都在宣布 关注他们的事室 要什么 一起去警察驶 要一次准备 忙 我的大力量 我一位 我也在唸 不管他 我一位 你们 我还会 我不想 此刻的治安并没有戴耳机 也没有回放东勋在影院时的原因 这也是他被一辆急迟而来的汽车状态 看他痛苦的表情就知道伤得不轻 就在司机准备报警时 治安忍痛爬起来 一瘸一拐离开了这里 朴东勋来参加高层领导的密会 可他内部被窃听的手机让所有人都警觉起来 他们计划假装对东勋动手 营造一种岌岌可危的气氛 如果李治安妾听到他有危险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等他现身时就把他送进警局 东勋左右为难 无法用卑劣的手段对待治安 所以他请前辈们给自己一些时间 他会说服李治安去自首 接着他来到了警局 准备把治安的弟弟保释出来 让他转告治安这不算什么 真的没有关系 一定要让治安联络他 治安经历那次车祸以后身体非常虚弱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起饭把朴东勋刚才的话转达给他 还有个坏消息 丢失的录音存档不在警察那儿 如果他们一旦被抓无法证明受人指使 那么就得承担全部责任 自从东勋发现窃听那天起 治安就再也没戴耳机 他无法再听下去 这时房门开了 他被吓了一跳 原来他躲到清洁工老人这里 另一边 李光日听到一段关于他的录音存档 是治安对东勋说的话 李光日的为人还是不错的 曾经对自己很好 那时他的眼神与现在完全不同 他爸每次打治安的时候他都会阻止 不免也会挨顿打 一个作恶多端的父亲 使他们失去了童年 终究改变了他们两人的一生 此时李光日的合伙人 正用这些录音勒索杜俊英 让他准备好一意含冤 随时会联系他 天黑以后 朴东勋又去了治安的住处 看到东西全被房东扔在了外面 这才发现他什么都没带 朴东勋既心疼又生气 对着手机向他喊话 可无论东勋怎么折腾 就是得不到回应 如销声灭迹一般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变化 志安有消息了 是清洁工老人带给他的 志安病得很重 水米不尽 持续高烧也不肯去医院 所以老人不忍心看他这样下去 东勋平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 之后他拉开了门 终于看到了阔别已久的他 朴东勋的出现让他出乎意料 他站那儿什么也没说 一直看着他 片刻后志安发出一声冷笑 表现出刻薄的样子 对他说了些冷嘲热讽的话 妄想用这样的方式 叫他主动离开自己 朴东勋真诚地道了声谢谢 感谢他偷听到自己的人生 糗事之后并没有比弃自己 并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幸福 不然志安会觉得他可怜而感到心痛 相反 他看到自顾不暇的志安心疼自己的样子 他也会痛得无法承受 所以他不要让自己难过 更不要让志安伤心 一定要让志安看着自己幸福下去 志安听后嚎啕大哭 他真心希望东勋能够幸福 同时他心里的委屈 和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被释放出来 东勋把李志安送进了医院 接着他问妻子志安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 江允熙说他只是从犯 最坏来说也只是共犯 先让他自首配合警方调查 前提要说服朴东勇不追究他责任 他能保证志安会被判缓不用坐牢 江允熙会一帮到底 随后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志安 让他先养伤 晚一点陪他去看奶奶 最后他和太太会陪着志安去警局自首 叫他到时全都说出来 包括他们夫妻的秘密 东勋看他疑惑的样子 就知道他没有听到那些留言 志安坦言 窃听事情被他发现 他又怎能恬不知耻地继续偷听下去 因为他了解志安 所以他深知志安是不会害他的 尽管看起来他站在了敌对阵营 又何来怨恨一说呢 他还能不知耻地续偷听 他是从耳机里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心里不幸的志安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人性 这是志安喜欢他 全心全意帮着他的理由 朴东勋带着他去了静西小馆 让他暂时住在这里 静西人非常好 一个人的时候他郁郁寡欢 但在朋友面前他永远是一副热情洋溢的样子 临睡前志安再一次戴上耳机 滑到监听界面 这是他最后一次感受着与东勋同在 28名字幕 hooked 听优优独播剧场的编索 可能不完结完 她万般不舍 软件对于治安来说 是她的情感寄托 是想念她时 她便能立刻出现的结局 随着眼泪的落下 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其实这也释放了另一个信号 那就是治安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 她会勇敢面对曾经的过错 从而像东勋期待的那样 有一个幸福的新生活 会长曾多次想和东勋做作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东勋毫无保留 把所有发生的事告诉了会长 并提出离职的请求 要把常务位置还给朴东云 其实会长早就调查出 杜俊英和他妻子的事情 只是碍于东勋的面子 一直没处理杜俊英 既然他已经从容面对 所以会长不要他辞职 他会把朴东云调回首尔 至于其他人干的那些事 等警方调查清楚法律 在追究李治安的责任 最后会长让他转告治安 等他受完刑罚之后 让他来找自己 镜头再一转 他们来到了疗养院 自首钱治安来看望奶奶 东勋只看到他们用手比划着 像是在讨论自己 可又不知道说了什么 之后东勋把他送到警局门前 江允熙作为他的律师 将会与他同往 但接下来的几天 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杜俊英否认自己指使他 去陷害朴东云和朴东勋两人 反过来指控治安 敲诈自己两千万 所以那份录音证据 对于他们都至关重要 杜俊英一含冤早就准备好了 可勒索电话再也没有打来 原来合伙人的敲诈计划 被李光日阻止 因为治安赞誉他的那些话 唤醒了他为民的良知 光日准备了好多优盘 把所有犯罪证据一拷备下来 他良心为民 反过来要帮助治安 由于杜俊英迟迟等不到勒索电话 只好找到当地民体 帮忙找回证据 通过他描述的特征 就知道是李光日他们干的 可或不担心 案件处于被动的治安 接到疗养院的噩耗 奶奶离世了 他按照约定通知了东勋 所以他陪着治安来领奶奶遗体 只是他难以面对 一直背对着奶奶 在东勋的劝说下 他才起身去和奶奶 做最后的告别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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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膛不止好以后 锦西和东勋三兄弟帮着料理后事 大哥不忍看到这冷冷清清的一位 他要给这安诞一场有排面的葬礼 平时他偷偷藏了很多四方钱 他拜托母亲把那些钱存到老三的卡上 之后又组织街坊邻里 还叫他所在社区球队的人过来捧场 就这样葬礼上所需的用品渐渐多了起来 供廷也摆满了案台 花篮上晚连落款是街坊们经营的各种小费 当然这都是大哥一手操办的 他们只要人到场就行了 调宴的宾客们开始络绎不绝 洛树与治安素妹平生 治安平时截然一身 他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人情世故 集体的力量撑起了他在无助时的一片天 酒席期间东勋来到大哥身边 他知道大哥并不富裕 所以东勋要出这笔废用 尚勋立即回绝了他 虽然现在变成了穷光蛋 但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荣誉感会让他觉得很幸福 葬礼并没有渲染的那么忧伤 殡仪馆外面已经成了他们的足球场 治安坐在那看着东勋 想起那天奶奶对他说的话 你们很有缘 要珍惜这个缘分 仔细回想 所有的缘分都很神奇 也很宝贵 你要还这份人情 要幸福生活下去 这样才是最好的报答 葬礼结束以后 朴东勋收到一个包裹 打开以后里面是个蛇皮带 这是李光日的 就在昨天 如君英找的品子 带了好多人去了光日那 为了不让他们抢走录音 李光日只能带着东西逃跑 但他们人多而且穷追不舍 这时他发现一家快递公司 所以把东西寄给了朴东勋 说明李光日在心里是信任他的 当他看到这张借贷簿的名片时 一切都明白了 此刻的光日失魂落魄 小时候一直在保护着治安 是仇恨让他迷失了自己 一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初衷 如今虽已醒悟 奈何歧途路走得太远 再也无法回到当初 录音清楚记录着 杜俊英之时李治安的过程 证据面前他无从抵赖 最终他被赶出了公司 估计他再也不会接京党的戏了 隐藏物作为他的同党一并开除 因此治安被判了缓刑不用坐牢 不过他打算离开东勋 离开这座城市 他们从吃饭开始 也该有吃饭结束 不同的是现在他们脸上都有了微笑 由于在这里他无法忘掉过去 包括他喜欢东勋这件事 所以治安要去一个 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东勋尊重他的选择 感谢他曾经像救世主一样出现 让濒临死去的自己得以重生 他的话让治安眼眶湿润 他告诉东勋自己也是一样 自从在人生中遇到他 治安第一次有了活着的感觉 说着两人举起酒杯 为明天的幸福而干杯 分别这一刻还是到了 李治安再次提出了那个要求 想拥抱一下他 这次东勋没有拒绝 主动去上前拥抱他 这里没有抑制不住的眼泪 也没有动听的独白 这样的道别显得干净而又脱紧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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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他们去 我发光了 热酒 几天之后 东勋来到母亲家里 从他们聊天 东勋得知江允熙去了美国陪赌 母亲埋怨她让东勋变成了伪单身 七勋想让二哥回来煮 结果被母亲拦了回去 不然真就成了单身汉了 东勋买些吃的一个人回到了家 房间里冷冷清清 她偶尔会掉一滴眼泪 或者是跑去卫生间洗把脸 努力调整即将失控的情绪 虽然剧情没有体现出来 不难推断他们已经离婚了 而且是江允熙主动提出来的 因为她上次想要和东勋摊牌时 问东勋要不要喝一杯 所以那晚她从容地 让东勋买酒的时候 估计大家已经猜到结果了 他们是和平分手 同时江允熙也兑现了 自己在天台时的承诺 继续留在东勋身边 甘愿承受东勋的怨恨 直到她释爱 等结束这段婚姻事 一定是因为自己 而不是被她最讨厌的人所终结 这是她能为东勋做的最后一件事 因此她的眼泪是为江允熙而流 是为失去的二十年婚姻而流 她的痛苦也随着眼泪一并流走 也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新起点 时间来到了一年之后 朴东勋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桌子上是江允熙和儿子 在国外的照片 经代理他们也从原来的公司辞职 继续跟着朴东勋做事 镜头回到志安这边 他穿的不再是那件深色外衣 是以他已经摆脱掉曾经的阴影 完成了蜕变 终于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 尽管只有他的背影 却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朝气蓬勃 东勋一行人开车路过 曾经工作过的大楼 他们看着曾经汗洒青春竹梦远航的地方 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与此同时志安也在仰望这栋大楼 既然他能重回首尔 说明他已经可以从容面对 破败不堪的过去 直到这一天 志安和同事们来买咖啡 突然又听到了那个浑厚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的方向 看见了许久未见的朴东勋 张 对于曾经的约定他们没有实验 偶遇是不会假装看不见 而是可以开心的打招呼 李贤 好着啊 我们俩穿不来着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我会吃饭 我会吃饭 我再来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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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热店 再来热店 一边失去 一边再寻找 明天你好 似乎更小 这种结局让人充满了遐想 其实两个人能否走到一起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们相互激励着走过幽暗深渊 如今已经抵达了彼岸 他们可以用爽朗的笑容迎接明天 姐 漂亮的难免一直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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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是什么 词曲 李宗盛